六座拿破仑半身响 苏格兰场的Listrid先生晚上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 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 福尔摩斯欢迎这位官方侦探的到来 因为这能使他了解到警察总部在做些什么 福尔摩斯总是认真倾听这位先生讲述办案的细节 同时根据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向对方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一天晚上Listrid谈过天气和报纸后便沉默不语 不停地抽着雪茄 福尔摩斯急切地望着他 有什么不寻常的案子吗 哦 福尔摩斯先生 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也跟我讲讲 Listrid笑了 好吧 福尔摩斯先生 没有必要否认我心里确实有事 但他是那样的荒诞 所以我不太想麻烦你 从另一方面来说 事情虽小 但却非常古怪 我当然知道你对一切不寻常的事都有兴趣 不过我认为这件事和华生大夫的关系 比和我们的关系大 我说 疾病 至少可以说是疯病 而且是很古怪的疯病 你能想象这样的事吗 生活在今天的人 却非常仇恨拿破仑 看到他的塑像就要打碎了 福尔摩斯仰身靠在椅子上 他说 这不关我的事 是的 我已经说过这不关我们的事 不过如果这个人破门而入 去打碎属于别人的拿破仑像 那就不能把他送给医生 而是要送到警察这儿来了 福尔摩斯又坐直了身子 入室盗窃 这倒很有意思 请你讲讲详细的情况 Listrid拿出自己的工作日志 打开看了看 以免有什么遗漏 他说 第一件案子 发生在四天以前 事情发生在莫斯·霍德森的商店 他在康宁顿街 有一个分店出售图片和塑像 店员刚刚离开柜台一会儿 就听到什么东西 互相撞击的声音 他立刻跑回店铺的前面 发现一座和其他艺术品 一起摆在柜台上的拿破仑像 被打碎了 他冲到街上 虽然有几个路人说 他们看到过一个人跑出商店 但是没有抓到这个人 也没有人能够辨认出 这个流氓的样子 这就像是一件时常发生的 毫无意义的流氓行为 事情被如实的报告给了巡警 这座石膏像最多指几个先令 而全部情节又微不足道 不值得进行专门的调查 但是第二个案子更加严重 更加特殊 就发生在昨天晚上 在康宁顿街 离莫斯霍德森的商店 两三百马远的地方 住着一位著名的巴尔尼克大夫 泰晤士和南岸有很多人 经常找他看病 他的住宅和主要诊所在康宁顿街 而在两英里外的夏布里克斯顿街 还有一处分诊所和药房 这位巴尔尼克大夫 狂热地崇拜拿破仑 他的家里全都是有关 这位法国皇帝的书籍 绘画和遗物 不久前 他从赫德森的商店里 买了两座 拿破仑半身像的复制品 这座半身像很有名 是法国著名的雕塑家 德万的作品 他把一座放在了 康宁顿街住宅的大厅里 另一座放在 夏布里克斯顿诊所的壁炉架上 好 今天早上 巴尼克大夫一下楼 就大吃一惊地发现 有人在夜里闯入他的住宅 不过只拿走了大厅里的石膏像 那座石膏像被拿到 外面花园的墙根下 已经被砸成了碎片 福尔摩斯揉搓着自己的手 这真相是一部新奇的小说 我想这会使你感兴趣的 但是我还没有说完 巴尼克大夫十二点钟来到自己的分诊所 马上发现 窗户被打开了 屋子里满地 都是另一座 拿破仑半身像的碎片 你可以想象 他有多么吃惊 半身像的底座 也被砸成了细小的碎块 两处都没有任何线索 可以帮我们查到这个制造恶作剧的罪犯 或者说是疯子 福尔摩斯先生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福尔摩斯说 事情很奇怪 当然也很荒诞 请问 在巴尼克大夫家中和诊所里 被打碎的那两个半身像 与在霍德森商店被打碎的那一个 是不是由同一个模子制造出来的呢 全是用一个模子做的 这件事实就否定了 打碎半身像是因为痛恨拿破仑的说法 我们知道 整个伦敦市内有几万座 这位皇帝的塑像 那些反对偶像崇拜的人 无论是谁 都不可能只对这三座一模一样的塑像下手 来发泄不满 因此这种看法是不合适的 Blitz Trader说 我曾经像你这样想过 可是摩斯·霍德森 是伦敦那个区唯一的塑像销售商 这三座塑像在他的商店里 放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尽管在伦敦 有如你所说的几万座塑像 在那个区可能只有这三座 所以那个地区的疯子就从这三座下了手 华生大夫 你怎么看呢 我回答说 偏执狂的表现是没有限度 而且难以理解的 有这么一种情况 也就是当代法国心理学家们口中的 偏执的意念 这类患者只在某件小事上固执 而在其他方面却完全正常 一个人读拿破仑的诗集读得太多了 印象太深了 或者是他的家庭遗传 使他具有某种当时战争造成的心理缺陷 就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偏执的意念 在这种意念的影响下 他就会因为幻想而狂怒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说 我亲爱的华生 不能这么解释 不管偏执的意念产生怎样的影响 都不会使你所感兴趣的偏执狂患者 去寻找这些头像分布在什么地方 那么你怎么解释呢 我不想解释 我只是观察到这位绅士的古怪行为 是遵循一定的方法的 例如在巴尔尼克大夫的大厅里 一点声音就可以惊醒全家 所以半身像是先拿到外面再打碎的 而在诊所 没有惊动别人的危险 半身像就直接在原地被打碎了 这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但经验告诉我 不应该把任何事情 轻易地看成是琐碎无关的 华生你还记得 阿伯尼特家那件凡人的事情 是怎么引起我的注意的吗 不过是看出 在热天放到黄油里的芹菜 会沉多深罢了 所以Let's trade 我不能对你那三个破碎的半身像 一笑置之 如果你能让我知道 这一连串奇异事件的新发展 我会深深地感谢你的 我的朋友想要了解的新发展 来得比他的预想更快 也更悲惨 第二天星辰 我正在卧室里穿衣服 刚刚传出了敲门声 福尔摩斯就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封电报 他大声地读给我听 立刻到坑西顿 快一点 他住在贝克街 221号公寓里 他擅长剑术 拳术和小提琴 他的名声 享誉世界 他比创造他的科兰道尔 更加著名 大侦探 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六座拿破仑半身巷 半小时后 我们抵达了比特境 这是一条死气沉沉的小巷 位于伦敦某个最繁华地区的附近 131号 是一排整齐漂亮 又实用的房子中的一座 我们的马车刚刚到 就看见房子前面的栅栏外 挤满了好奇的人群 福尔摩斯 从嘴里发出了吁吁的声音 天哪 至少是谋杀 这下子伦敦的暴童可要被团团围住了 瞧 死者蜷缩着肩膀伸长了脖子 不是暴力行为又是什么呢 华生这是怎么回事 上面的台阶被冲洗过 而其他的台阶是干的 脚印倒是不少 看 雷斯追的 在前面窗口那 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一切了 这位警官神色庄严地迎接了我们 并带我们走进了一间起居室 我们看到一位衣着邋遢的老人 身穿法兰绒衬衣 正在颤巍巍地来回跺步 雷斯追的介绍说 他就是这座房子的主人 中央报业新的家的 荷拉斯哈克先生 雷斯追的说 又是拿破仑半身像的事 福尔摩斯先生 昨天晚上你似乎对他很感兴趣 所以我想你会愿意来这里 现在事情发展的严重的多了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谋杀 哈克先生 请一把发生的事准确地告诉这两位先生 哈克先生说 这件事很不平常 我一生都在收集别人的新闻 而现在却在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一件真正的新闻 我糊涂了 信息不安 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 如果我以记者的身份来到这里 就要自己采访自己 还要在晚报上写出两栏报道 我一遍又一遍地把这些很有价值的故事告诉很多人 而自己却不能利用它 哈 哈克福尔摩斯先生 我听说过你的名字 如果你能解释这件怪事 我讲给你听 就不是徒劳的了 福尔摩斯坐下来 静静地听着 事情的起因 好像是为了那座拿破仑半山像 那是我四个月前从坑信顿大街火车站旁边的第二家商店 也就是哈顶兄弟商店买来的 它的价钱很便宜 买来以后 我就一直把它放在这间屋子里 我一般是在夜里写稿 而且常常要写到清晨 今天也是这样 大约三点钟左右吧 我正在楼上的书房里 忽然听到楼下传来了某种声音 我仔细地听着 不过声音又没有了 于是我认为它一定是从外面传来的 然后又过了五分钟 忽然传来了一声非常激烈的惨叫 福尔莫斯先生的声音可怕极了 只要我活着 它就会永远地萦绕在我的耳边 我当时吓傻了 木顿口呆地坐了一两分钟 然后拿起通条走下楼去 我走进这间屋子 一眼就看到窗户大开 壁炉架上的半身像不见了 我真弄不动强盗为什么要拿这样的东西 不过是个石膏塑像而已 并不值多少钱 您一定看到了 不管是谁 只要从这扇开着的窗户 迈一大步 就可以跨到门前的台阶上 这个强盗显然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就打开门 摸着喝走出去 不料差点被一具尸体绊倒了 尸体就横着呢 我赶忙回来拿灯 这才看到那个可怜的人躺在地上 脖子上有一个大洞 周围是一大滩血 他仰面躺着 膝盖弯曲 嘴巴大张 这实在是吓人 啊 我一定还会再梦到他的 呃 后来 我匆匆忙忙地吹了一下警哨 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想我一定是晕倒了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大厅里了 一位警察站在我的身边 看着我 福尔摩斯问 被害者是谁呢 雷斯推特说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表明他的身份 你想看尸体可以到病医馆去 不过直到现在 我们都还没有从尸体上查出任何线索 他身高体壮 脸晒得发黑 超不过三十岁 穿得很不体面 不过又无相式工人 他身边的血迹里扔着一把牛角柄的折刀 我不知道这把折刀究竟是杀人的凶器呢 还是死者的遗物 死者的衣服上没有名字 他的口袋里只有一个苹果 一根绳子 一张价值一先令的伦敦地图和一张照片 这是照片 照片显然是用小照相机快速拍摄的 上面的人看起来很机敏 眉毛很浓 口鼻都很突出 而且突出得很特别 像是沸沸的脸 福尔摩斯仔细地看过照片后 问 那座半身雕像怎么样了 就在你来之前 我们得到了消息 塑像在他们灯宅街一所空屋的花园里找到了 已经被打得粉碎 我要去看看 你去吗 是的 我要去看一下 福尔摩斯检查了地毯和窗户 然后说 这个人的腿不是很长 但是动作很灵活 窗下的地势很低 跳上窗台并打开窗户 需要很灵巧才行 不过跳出去倒是相当容易的 阿克先生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那半身像的残骸呢 这位新闻界人士 情绪低沉地坐到鞋子台旁边 他说 虽然我相信今天的第一批晚报已经发行了 而且上面会有这件事情的详情 但是我还是要尽力地把它写一下 这就是我的命运 你还记得顿卡斯顿看台踏倒的事吗 我是那个看台上唯一的记者 我的报纸也是唯一一家没有刊登此事的报纸 因为我受的震动太大 写不出来了 现在动笔写这件发生在我家门前的凶杀案 也晚了一些 我们离开这间屋子的时候 听到他的笔在稿纸上刷刷写着的声音 打碎半身像的地方 离这所房子只有两三百码的距离 半身像已经被砸得粉碎 细小的碎片散落到了草地上 可想而知 砸半身像的人 心中的仇恨是多么的强烈和难以控制 我们还是第一次 看见这位伟大皇帝 落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福尔摩斯捡起几块碎片 细心地检查 从他专心致志的脸和自信的神态来看 我确信他找到了线索 雷斯吹的问 怎么样啊 福尔摩斯损了损肩 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不过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事实 可以作为行动的依据了 对于这个犯人来说 半身像比人的性命值钱多了 这是一点 还有如果说这个人偷半身像的目的 只是为了打碎 那他为什么不在屋里 或是屋子附近打碎他们 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 我说这个人是否在想要更加的事实 不过我 没有事实际上 没有事实际上 都可以说 我说这个人是否在一件事实际上